每次打开衣橱总觉得少一件衣服吗?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 不管去哪一样的聚会 比如说尾牙、庆生、朋友、家族聚会 总是没有适合的衣服 没关系 我今天教你两招解决 穿衣服需要懂得礼仪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样的概念 所以它就一套的休闲服走天下 一旦遇到重要的场合 你就开始苦恼没有衣服可以穿 你穿再贵的T恤都没有用 穿意礼仪是对于自己以及对他人的尊重 首先你可以列出一份清单 把自己会出席的场合全部都写下来 那你就会知道说 我哪些衣服已经买了太多 哪些是完全没有买的 这样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买 为你的衣橱做一个规划 像这一季有洋装区、正装区 还有衬衫区以及休闲区 我们有了明确的场合以及明确的对象之后 不管你今天的穿衣是很繁复的 或是简约、利落或者是随性 你只要穿对衣服的自信 你就可以很从容的来表现 做事情都会成功喔 我是玲玲 来令形象造型的创办人 帮你找到自己的形象风格 你不可能不美 我现在没想到自己的形象